老闆娘 我要买五盒 冬至一大早 汤圆店前就有人排队 老顾客一次五盒起跳 但今年涨价了 以前十块钱 现在涨到两块 非常好吃 它的馅里面很饱满 这一两天 千个啦 还包到手花园 你看 还贴膏药 老板跟员工快手包汤圆 订单还没消化完 原物料涨肉园涨一元 汤圆一颗涨两元 两船的涨幅客人都还能接受 果粒多小 假日比较多人 然后冬至最多人 冬至这天客人比平常多了四倍 老板薄利多销 打算涨价的 还有左影馄饨店卖的汤圆 小碗四颗65 大碗六颗90 明年元旦后一起涨 猪肉跟糯米的价格 那现在也都是非常贵这样 最近老板实在是撑不住这样 冬至是客家汤圆 让网友气坏了 调明说物价是直接不演了吗 算秒一百一百五十九是怎样 咸汤圆没蒜苗就像失了灵魂 夸张的是芹菜一把七十五 现在没台风没下雨 没冷死人的寒流到底长什么 差不多大概两百三 为什么会这么贵 每年都这样 因为贴近年的关系 今年有比较贵吗 对 比较贵 恐怕要让网友继续惊讶的还多的是 记得蔡委员许富天金献中 以疫情高雄报道